女騎士停等紅燈,突然有是潑猴衝了過來 原來她的目標是掛在龍頭底下的兩根香蕉 把女騎士嚇壞了 還好後方騎士按喇叭吹油門 囂張的猕猴就才跳了開來 拿起得手的香蕉就在馬路邊大快躲衣 這次發生在8月30號中午 地點就在柴山下的古山路 猕猴大啦啦翻找住戶擺在門口的垃圾袋 一袋翻過一袋 甚至衝到大馬路上撒野 如入無人之地真的嚇壞人 猕猴會跑下山其實不是因為她數量多 或者是因為她沒有食物吃 而是因為她本身就需要移動跟破遷 那因為我們都市組隔了猕猴他們交流的路徑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她跑下山 農業局表示 古山路四周本來就是猴群經常出沒的地點 有禮的猕猴個體已經在附近連續線中好幾天了 其實極度人行徑要有自我反覆意識 臨近瘦山周邊這些有猕猴出沒的地區 你有可能比較容易遇到這些游離的個體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大家就盡量避免掛塑膠袋或是提塑膠袋 盡量把食物用不透明的帆布包啊 或者是購物袋來裝成 避免猕猴騷擾 農業局表示 居民如果發現猕猴行蹤 也可以通報農業局前往右部 TVBS新聞黃曉琪李戰勝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